開車的駕駛是 彰化市水產直播主李駐峰 而丟丟妹爸爸福哥的人馬 擋住前方去路 我後面也都是人 唯一整車唯一整車都是人 不讓他走是因為我們報警了 那他來這邊叫蕭文 又想走那怎麼可能 起因是李駐峰在臉書直播 表示要突襲福哥 一天賣出六千組 佛跳牆的盛況 質疑再吹噓 為了帶粉絲求證 從彰化市一路驅車到彰化 深港一探究竟 此舉惹來福哥這一方不滿 認為遭到挑釁 警方貨報道場將雙方人馬帶回警局偵訊 清明的那個男子來瞭解現場的臨性男子 他表示說是因為對方到公司來找查 有毀損他們公司的名譽的情形 競爭關係的雙方火大互告 薪酬加上舊恨 因為丟丟妹爸爸 突破經營的水產直播生意 長久以來與對手不合 如今再度撕破臉 掀起水產直播界的信封諧諭 三立訊如數位證明報道